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黄子倩 台湾物产风劳 气候土壤的优势 孕育出台湾享誉国际的在地水果与台湾米 经济部承袭去年办理国际餐饮交流活动的成功基业 举办了2013法国蓝带餐饮交流活动 现场邀请到法国蓝带厨艺学院的主厨来台进行交流 参与的业者也秀出看家本领 利用在地食材制作甜点 到现场进行交流 法国蓝带厨艺学院主厨 台上示范制作简易甜点的制作方式 并和台下台湾高饼业者主厨 面对面分享法式小点烘焙技巧 受邀参加这次2013法国蓝带餐饮交流活动成果分享会的 台湾高点师傅也端出私家作品参与交流 这次的我们这个凤梨桂花软发的面包 我们用了台湾的20号牛奶凤梨的水果 然后下去做焦化 用焦化奶油把它炒过之后呢 然后再添加了台湾的桂花 然后衬托出它的风味 我们用台湾道地的食材 我们用地瓜还有米的结合 那这个地瓜我们用蜜制的方式 蜜制的方式 然后米用鲜奶 然后一些香料下去熬煮 然后把它包覆好了之后 再下去蒸烤的动作 参与交流活动的西点师傅 纷纷以台湾特色水果 以及地方特色食材 融入西方烘焙手法 重新演绎台湾风味 除了有外观朴实的 凤梨桂花软发面包外 加入蜜制地瓜的糕点 同样受到关注 参加这个活动 特过那个西伯的那个老师 他以大化制的简单的方式 能做出比较精致 而且又当季的食材 下去用起来 会非常地好吃 就是在制造过程 不用那么 那么环复的过程 用比较简单 比较自然的食材 下去烘调 对人体的健康 非常地有帮助 又非常地好吃 透过经济部主办的 蓝带餐饮交流活动 糕点师傅们互相学习交流 激荡出新创意 更借此让国际厨师 认识我国餐饮文化 发掘台湾美食新魅力 港东新闻黄梓天潘聚光 采访报道